哥哥姐姐说故事 来听故事啦 耶 大家好 我是哈密瓜哥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泡芙姐姐 今天要来问问看大家 你们知道十二生肖 有哪十二种动物吗 鼠 牛 虎 兔 龙 蛇 马 羊 猴 鸡 狗 猪 给自己拍拍手 很厉害 都有顺畅地念出来 那今天要讲的故事呢 就是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 为什么会有这十二种动物呢 好 我们一起仔细来听听看 在很久很久以前 都没有日历 月历 很有年历来计算日子 所以大家每一天都不知道 怎么过日子 后来呢 那就有人想出了办法 我们要到庙里拜拜 去祈求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啊 帮帮忙 帮帮忙 我们每天啊 都不知道怎么样计算日子 玉皇大帝啊 求求你 拜托你 帮我们想个办法 让我们好好的计算日子吧 我知道了 动物和人类的感情非常要好 倒不如我就来举办个动物的渡河比赛 这样就可以按照到达对岸的动物顺序 来当作年份的名称咯 玉皇大帝很聪明耶 而且呢 他决定要选出12种动物来代表每一个年份 这个时候呢 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非常地开心 大家都想要争取排名 这个时候呢 老鼠它就想说 我一定要参加这个比赛 我一定要参加这个比赛 可是这个比赛要过河耶 我又不会游泳 我要怎么样赢得这个比赛呢 这个时候啊 老鼠的好朋友猫咪就出来帮忙咯 喵 喵 喵 老鼠 老鼠 我告诉你 我想到了一个好方法哦 我们的好朋友啊 水牛哥哥 他不是非常会游泳吗 如果我们找他来帮忙渡河 他这么热心一定会答应的 对耶 猫咪 你好聪明哦 我们赶快去找水牛哥哥帮忙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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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后来呢 老鼠跟猫咪 他们就去找水牛哥哥帮忙 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啊 老鼠跟猫咪 就赶紧地跳到水牛哥哥的背上 不过呢 这时候老鼠呢 他心里就想啊 猫咪跟水牛 都要跟我争取第一名 第一名应该是我得的啊 我应该要想个办法才是 有啦 后来呢 要到终点之前啊 老鼠就把猫咪推了一下 猫咪就掉到河里面去 要上岸之前呢 水牛哥哥就潜到河里面 老鼠很害怕水 他就赶快躲到水牛哥哥的耳朵里面 要上岸之前呢 老鼠就赶快从水牛哥哥的耳朵 蹦 跳出来 跳到岸上 后来呢 老鼠就成为了十二生肖的第一名 第二名呢 就是水牛哥哥 第三名也是游得很快的老虎 再来呢 是蹦蹦跳的小兔子 接着呢 就是飞在天上的龙 还有从树丛里面 草丛里面钻出来的蛇 再来当然是 跑得很快的马 嘀哈 就跑了过来 还有羊也跟在后面 哇 接下来呢就是 猴子 捕嘎捕嘎捕嘎的公鸡 对 那你们还记得最后面两个是什么动物吗 狗跟猪 对对对 好快喔 很厉害耶 没错 这个就是十二生肖的故事 后来呢 大家就用这十二种动物 来计算年龄 那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自己是什么生肖吗 好 我们从这边开始来说 你是属什么的 那 那你呢 蛇 那你呢 蛇 马 哦 所以呢我们有两只蛇 两匹马 真的 那泡芙姐姐你是属什么 我是属 叮叮叮叮叮 刚刚出现的小老鼠 是啊 哈密瓜哥哥也是属老鼠的 所以我们有两只老鼠 耶 那今天的故事好不好听呢 好听 那下次我们再来听哥哥姐姐说故事吧 拜拜 咱们 我们下个视频 我们下巡了 конец 音乐 我刚刚发现了 他可以רא会 那跟他说 这 job